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這個對比到對岸 做事情好像蠻雷厲風行的 我們在講的這個人是 這個張婷跟這個林瑞陽 因為這一兩天其實 我們陸陸續續都有聽到相關的消息 就是他們被查稅 而且現在是大動作 因為傳出說 這個中國動用了四百個官員來查辦 要查出他們這個四大股東之密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年以來 包含了張婷 林瑞陽 就是幾度 比方說接受節目專訪的時候 或者是透過他們的抖音 相關的影片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在這個中國大陸真的賺很多 甚至還有一些報導是說 他們怎麼那麼會賺錢 還變成了一個教科書 或者是一個參考的樣本 就是說他們的致富之道 都會有相關的文章來分享 但是現在傳出來是說 這個張婷 林瑞陽 他們夫妻創辦的公司 日前涉嫌是這個傳銷 遭到立案調查引發關注 原來他們賺錢的方式是用傳銷的方式 這在中國大陸那邊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們的公司 雙方的公司被凍結了26億的資金 最近又再傳出說他們夫妻倆靠著這個傳銷 就賺了三百億的人民幣 這三百億人民幣大概是台幣一千三百億元 那根據官視頻工作室的報導 我們有引述他的報導 他是講說主管調查機關 石家莊監督局為此動用了四百名的官員 真的是要起底 肉搜 要把所有全部查得清清楚楚 那據說他們就是用 因為既然傳銷不能做 他們就是有雇了一些相關的一些專家 透過一些設計這種 他們的一種經營模式 讓可能大家感覺不出來他們是做傳銷 那我們其實來看一下 在新浪財經他講說 上海達爾威公司的前四大股東 包含了領洋科技 還有這個英屬維京群島 還有展棚香港有限公司 其實這三家公司都是林瑞陽夫妻 在中國外成立的公司 那這樣子精密的設計之後 據說可以避稅 或者是說當其中一家財務不穩的時候 不會連動式的影響到其他的公司 會有設下這個斷點就對了 那透過這樣設計之後 他的股權架構 一方面可以將公司控制權 握在自己的手裡 另外一方面還可以避免 過度集中的風險 那現在大家就問說 過去替張婷夫妻站臺的藝人們 會不會受到一些處罰 那律師是說這些藝人 如果沒有使用過宣傳的產品 可能就會有虛假的宣傳 那明星本人跟公司也要對此負擔 相應的法律責任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代言的藝人也出現一些巧合 比方說像范冰冰 趙薇 陳建兵 蔣秦琴夫妻 還有張響涵 羅志強 他們這些人 好像都陸陸續續也都出了事 像范冰冰自己2018年就有逃稅的風波 那趙薇也是突然被官方點名封殺 那羅志強就更不用說了 之前這個桃色事件 還有陳建兵 也是爆出為愛妻投資的公司 疑似有合約糾紛 相行遭執行一些罰還 那現在看起來張婷 林瑞陽 他們現在這樣子的TST 秘密化妝品 在大陸這樣賺那麼多錢 已經引發了這個大陸的網友的 一個反彈 因為原來他們賺錢的方式是 是這個樣子是不太合於他們的規定的 他們就在講說 我清明燒紙錢都沒有燒這麼多 怪不得我是打工仔 所以他們就在講說 你們這樣賺取暴利 可能35倍高於成本的價格在賺 當然你們會報復 來 問一下漢婷 首先大家可能一開始有些網友 都覺得說你看這是什麼大陸 要針對富人什麼的 不是 其實他們是大陸目前針對這間公司 因為上海達威爾公司涉嫌傳銷 所以針對傳銷的這些手法 來去一域調查 以及對他們的這些財產 做出一部分的處理 那麼當然一開始他們的回覆 都說絕對都是合法守規矩 隨著市政調查越來越多 當然他們的各種的拉下線的方式 也都被頻頻的曝光 那麼目前整理出來 大概有哪些問題 說為什麼要如此大動作 是不是也有針對台灣 不是 基本上是 只是因為這一次林瑞陽跟張婷 都是台灣的藝人 所以才會大家覺得說跟台灣有關 但是就是試涉法律 所以他其實也不跟任何的什麼地方 是有關聯的 那麼為什麼會覺得好像大動作 因為金額實在太大 而且規模實在太大 怎麼說不久前 大陸有一名直播網紅 叫做薇婭 也是這個直播界的頂流人物 但是也是因為涉嫌逃漏稅 所以當時他被罰的稅款 光稅款就是13億人民幣 13億人民幣 就是你要繳的稅 好了 那麼當時薇婭 這個金額已經上大陸網友說 天啊 一輩子沒見過這麼多錢什麼的 但是有網友統計 就是根據張婷 林瑞陽夫婦 如果八年賺了300億人民幣的話 那麼他們沒有繳的稅 他們要補交的稅 以及可能要罰的稅 高達100億人民幣 光是繳的稅 就要高達100億人民幣 所以現在就有了 就是一個張婷就等於10個薇婭 然後等於20個范冰冰 也等於60個鄭爽 這都是先前在大陸 因為涉嫌逃漏稅 營養合同 各種的所補交的罰款 所以金額巨大 再來是下線的人員也非常的多 然後又查出來他們有哪些問題 第一個是他們本身 所使用TST的一些產品 各種的抱怨 都說使用之後皮膚反而越來越爛 又潰瘍 又長各種的一些毛病 但是始終沒有得到一個 很合理的解答 第二是因為他們都透過各種 因為自己是明星 所以帶動各種的粉絲去割粉絲的韭菜 就是說他們利用自己的形象 然後號召很多的粉絲來加入 我們一起來做這個生意 假裝說都是什麼零代理費 零囤貨 如果在台灣大家有接觸到一些 比較不良的傳直銷公司的話 大概都可以知道 這一些的話術跟套路 然後總之就是很多人到最後 還是要被迫要去透過拉下線 拉人頭 然後你還是要囤貨 才有辦法拿到那些業績 所以很多人其實最後就紛紛退出 但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是不斷的招收一些新的人 然後來累積他們的一些財富 那更關鍵是因為 他們找了非常多的明星的好友 跟眾多大咖一起來加持 然後他們就說你看 你如果能夠業績達標的話 那你也可以來跟我們有活動 有合照 所以很多的人就會 因為有明星的形象 就選擇要去加入 跟他們一起創業 一起開公司 但最後都淪為說 就好像都被割韭菜 那當然在裡面發財的 也是有不少 為什麼 因為這種生意方式 是肯定的時候賺錢的 越上線越賺 對 那關鍵在於說 因為大陸的目前的禁止傳銷法 他其實是在2005年設立的 2005年設立 他還是有一些法律的構成要件 比如說你是純粹拉人頭 然後你有沒有一些什麼獲獎機制 你到底有沒有實際上在販售產品 那因為林睿陽跟張寧 他們其實也都非常知道說 這個不能夠觸法 所以就使用了非常多巧妙的迴避方式 比如說你針對你的會員機制 然後你是拉下線的方式 或者產品的機制 其實都有一整套嚴密的處理系統 所以目前如果純粹就法律的爭點上的話 應該還是有非常多可以討論的地方 最後有沒有罪 但是不一定 但是補稅的部分 應該是已經這個確定要補稅了 那麼大陸之所以要做這些事情 也會有一些台灣網友搞不清楚 覺得說你開這個是不是就是 就是強取豪奪 不是 就是因為人家違法 更加大陸現在在推行共同富裕了 共同富裕很簡單就是我們要讓那些 已經先富起來的人 我們必須要讓更多人共同富起來 那最主要就是針對這些頂流的娛樂圈 跟藝文界的這些人士 為什麼 因為打擊他們 就是過去社會給予了他們 太多的資源跟太多的利益 但是他們並沒有做出一些很正面的形象 包含一些負面形象的藝人 我們過去都整理很多 就他們每一次的合約 他們每一次賺錢 那都是幾億幾千萬在算的 可是自己卻沒有得到一個 很好的社會道德示範 所以目前在針對他們 那大陸的官方基本上就不會手軟 所以這也是從共同富裕的其中一小環裡面 告訴大家說你做的任何生意 一定都是要有益於這個社會 否則的話 這個就一定會要求你付出一定的代價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中國大陸 其實是用一個霹靂手段 就是說如果你這當中設有步伐 或者是說用這種傳銷方式 像是我們傳統說老鼠會的方式 這種模式的話 其實在中國大陸那邊是不允許的 所以他們才要出動這個400人的官員來查辦這件事情 等於說我要給你查到底 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查得清清楚楚的 他們這個所謂的傳銷手法 那直銷手法已經帶來很多的問題 這是一件事情 那像是他們動用400人大規模在查 在搞 就發現說現在大陸的話 我就看了一些資料 這很關心什麼 法律能不能制裁到他們 更重要他們資金跟資產能不能追回來 怎麼說 後來就發現說他們是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直銷的那些東西 叫什麼上海達爾站科技生物公司弄的 然後交給一個上海 你剛剛上面那個什麼達爾威 可是這達爾威這家在上海的後面 你看林瑞陽他們都不在上面 就是你剛剛的沉沉 沉沉 那我看那個資料是 他不但在這個維京群島 海外設的這個公司 還在什麼開曼群島都有 那就是非常厲害了 資本主義 這個資本家 最壞的資本家如何避稅 逃稅 躲稅 然後這個全部學會了 那他們有關各種各樣的利益 資金 賺的利潤都透過沉沉 轉出去 轉到國外去 你找不到他 另外他實際上 他透過這層層的控制 他還是可以控制這些公司 那重要的是什麼 所有出事的時候 或者要追究他責任的時候 風險跟他無關 責任找他不到 所以為什麼在關心說 那現在法律到底是不是 制裁到他 花錢了事 小事而已 這個如果他真的偷渡 這樣說被凍結了二十幾億 大概不到他百分之五 算起來聽說有六百多億了 那是不得了的這樣一個資產 可是這兩個過去形象弄得多麼的好 那現在他們動用這個追查 我當然是某種程度覺得很好的肯定 可是這個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國大陸像他這種的比比皆是 所以台灣一定有人吵說 你看林瑞陽是台灣人打他 這是利的毒的在那邊胡扯 大概中國大陸最近是普遍性在弄 然後我現在就問兩個問題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更重要是他們怎麼樣在做 是拿來做比較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剛剛漢廷也講了一部分 這個社會發展成如此的貧富不均 那個規模是巨大 而且他們是赤裸裸的炫富 那個直直咬盪 中國大陸這一點比台灣直接不掩飾 台灣這些賺的錢的 雖然也是一樣不公不義 一樣克不到責任 可是這邊都太囂張了 而且對社會帶來很大的不良的影響 他們最近也出台一些政策 對那些什麼涼炮的 對那邊天天搞偶像的 叫粉絲那邊買他東西都賺錢的 帶壞各種各樣的這種事 這些藝人都要整治 你看他這個傳銷 林瑞陽本身的 他們兩個都是在演藝界會 公共媒體出現 又跟一些知名藝人結合 騙得大眾 大家都乖乖的把錢掏出去 賺得撥滿盆滿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正規辦事 該繳稅 該繳稅 該負責 結果不是 今天發現說他這樣層層轉轉 都轉到國外去 你根本拿他沒辦法 所以我就看說 中國當中要怎麼弄 我最近看他那麼元旦的時候 出了一個公事很有趣 他們的最大地產商叫恆大 那個叫許家印 在海南島有一個海花島 那個比那個中東還厲害 結果他們說其中有39棟 不是39家 39棟的這個大樓是違規的 破壞生態環境的 對海洋生態 對什麼珊瑚都破壞了 而且是根本就是走法律動動 下令10天之內拆除 這個我就看台灣好不好 台灣我們做很多事情 就是不徹底 他們為期二來很恐怖 可能動手要整治的時候 也比我們要 你沒有出這麼大的力道不行 所以林瑞昂跟張怡婷夫 不過是在整盤這個時候 因為他們面對跟美國的這個角力 內部要搞大循環 可是大循環發現說 很多底層老百姓 收入未必那麼高 很多沒有錢 錢都到哪裡去了 賺的錢 就像我們台積電這些 台灣這幾年股市搶搶人棍 你搶的背心搶得對嗎 那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你跟美國對外的貿易受阻 他希望說我們自己 他每...中國那麼大 每一個省就跟一個小國一樣 他自己像個小聯合國 可以互通往來 所以要搞內循環 可是內循環 錢要流動 錢到哪裡去了 都被這些家傭吸走了 這些家傭吸走之後 又沒有再回饋到這個社會 沒有再建設 所以他不出手 國家也會出事的